- 登不点不亮 - 话不讲不明 欢迎收看讲亮话 - 约到我们商法先锋的单元了 欢迎这个单元的主讲人 松丰律师事务所的王松丰律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王律师今天住在哈森达的林先生来问的 他说预计购买一个商用的仓库 作为他工厂存放货物之用 那他已经有请了仲介 仲介也提供了制式化的买卖合约 那他还需要请这个委任律师吗 或者律师和仲介中间的功能 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律师的话对不对 尤其在房地产买卖的话 只是说看这个买家或者卖家 他们想要的是不是真正的 写在这个买卖合约上面 或是escort instruction里面这样子 有时候很多人会问说 我已经有仲介了 我需要请个律师吗 那这个的话我回答的就是说 这看你 这没有法律或商业上面定义 你觉得这个仲介 你今天对他很信任 你觉得escort company做的都是对的 你觉得你这个loan 就是做贷款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他们也是professional 所以就听他们的 但是你万一要多一个人 看过这些文件的话对不对 那你可能就是要请个律师这样子 那律师可以做到的就是说 我们要确定说 你的intention是真正写在这上面 因为after all 律师是专门在写合约的 专门在审查合约的 中介他其实事情也蛮多的这样子 不是说他们做的好还是不好 只是我会跟客人讲 就是说这是多一个 保障 多一个保障对这样子 那需不需要的话 也就是要看说你这个买卖的 有多大大小 另外今天是买个 一百万的房子的话对不对 你中介只是赚几百分之的话对不对 你还你不可能再去这群 花一万块钱去请个律师 来帮你review这些东西 那另外今天是个几百万 或几千万的commercial property的话对不对 那这时候就是要有个律师会比较好 OK 那个所谓的仲监律师他问了有什么不同 那我想倒过来回来问就是说 有没有所谓的interest conflict 就是说我今天是律师就不能监坐仲介 或仲介我不能监坐律师 处理同一个case有没有这种限制 没有没有 你万一今天你是律师 很多律师他也有房地产的指数 对啊 那有些房地产他也是有法律的 他也是个律师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你是可以的 但是在同一个transaction 就是同一个交易的话对不对 我是身为一个律师的话 我不可以说 我又是代表你中介这般的律师 我要赚你的commission 要赚你的律师 律师费 对啊 那你再赚钱 可是我会讲到这就玩上shopping 等于说你全部的该有的都好 专业都有啦 其实这样的话对不对 你要知道在法律上面的话对不对 是不建议这么做的 因为好比说哪天发生事情的时候对不对 你要去告你的中介还是要告你的律师 对不对 律师说你告我的律师执照 中介说你去告中介执照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说 好比说我们我们做任何的这种professional 我们都需要买责任险对不对 那律师的责任险的话对不对 可能是要买几千万 中介的责任险可能买低一点对不对 那他时候就你要去告你这个中介律师的话 他说没有没有 我是代表你是中介 你去告我的 中介 对我去到我E&L对中介的E&L对 你告不到我律师的执照 或者说你律师执照 要有一个保险要出来赔的时候 他也说没有 他代表你 你请他的时候 他是你的realtor不是你的attorney 对啊 所以就是说你主要 就不要这样做是比较好一点 OK 刚刚王律师有提到说 这个当然你商用房地产的这个大小 可能就决定你是不是应该要去请一个律师 那我们可不可以直接讲一下 大到什么样的房地产的交易 那可能真的你建议他最好找个律师 来帮你一起看 比如说可能是一个shopping center 那你可能要review所有团队的合约或者什么 可不可以大概也让大家知道一下 其实这个不是 大小也有可能 不过就是说以我的经验的话对不对 万一这个成交是在一千万 就八百到一千万是绝对很多人都会请这个律师了 这一切一个律师了 但是我们的经验的话 不是说一个transaction的大小 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客人对不对 他们就是常做房地产买卖对不对 他们专门就是在做improvement 然后就是exchange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是长期的聘请我们 只要一有案就让我们接 OK 他这个有五十万的purchase 可以知道五千万的都有 所以就是要看你看你是做什么 需求是什么 如果真的把房地产投资做一个生意的话 对对对对 你就应该要找个专业律师帮你看所有的合约 对对对对对 刚刚这个这个这位这位 林先生 他一讲说 仲介提供了智势的合约 对 那我想迭续很多观众讲 什么叫智势的合约 有没有基本的说 让他了解都其实很多事情 也许智势就可以了 或者是要什么时候 我们要跳过智势的这种定义 这个智势的合约 因为就是最给中介的 他们都可以去买这些 stand boilerplate contract OK 这些的话是很好 因为他们都是写在加州法律 然后这些那个 这些那个 那个这个中介协会的话 对不对 他们也是有律师帮他们 審他自己合约 所以这些合约是OK的 不是说这些合约不好 但是有时候的话 对不对 往往你是说 有特别的 你不想要走 你不想要走这些合约 好比上就是说 很多的就是说 closing date 然后closing date 什么define的对不对 你觉得说你不要的话对不对 这时候就要把律师说 好 第30条是closing date 我全部要划掉 然后我这个closing date 我要怎么 什么define 重改 重改 怎么改 这时候就是说 你一个中介的话 万一他没有一个 就是要怎么写合约的知识的话 他可能就没有办法 帮你做了这样子 或者是说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export instruction export是我要什么时候 把这个钱退给各方 对不对 那export他们有 他们自己的instruction 对不对 但是有时候因为太complex 就是说 尤其是钱要从海外到的时候 或者是说 我必须要把这三楼卖掉以后 然后再去找到另外一个 对对对 这时候的话 你当然要找个律师来帮你写这些 这些instruction 这就是比较好一点 特殊 有特殊条件的事 这样就说 今天我要买一个房子 但是先有条件 我要把我卖了 可以这样子 对啊 你在合约上面是可以这样写的 你的卖家可以不卖啊 因为我等太久了 对也是可以这样写 对啊 所以大家 有些信移民要弄清楚 这个是比较 对大家比较 不太平常没有接触过的 就是一个所谓的淡数的条款 对对对 是可以的 那这个是要双方都同意的 还是说 我今天只要单方面这样写 你单方面开出这个条件 另外一方要接受 因为合约要两边签字啊 就可以了 对对对 那其实这个时候 你就建议一定要找律师了 因为如果我的仲介说 哎呀我很会写 我来帮你写一写 那个也不安全 对不对 因为你不知道 对嘛 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有要改 可能制式内容 你问的很好啊 对 但是这很多中介是蛮好的 所以他们就是说 他们有这个制式 不是啦 我是建议我们的 我这样讲啦 这些合约都要经过公证嘛 对 那公证的人 全部都在法院 对 或者是他会帮你也看这个 不会吧 不会 他不会看啊 就是大家你拿来 我就盖文件 我知道有这个文件在啦 对对对 所以如果真的不是得罪写的 我相信很多中介都很专业 对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特殊 你问了很好的题目啊 你真的要改内容的 制式合约内容的时候 minus well真的找个律师 尤其是说很多大笔的 purchase都会 反而是中介会来找我们 帮忙一起 对对 OK 对就是说我这个客人 satisfies 我算做得很好 那我觉得说 以你那个律师的角度 你跟他解释这些东西 他会更相信 对 或者说你也可以来帮助 对 或者调整 对很多中介会来找我们 对对对对 我想对于这个 尤其大笔买买 这个其实双方 界定都要有很清楚 特别是 如果你是海外投资 对 没错 对 有些时效上的 这些考量 对 钱有没有到位 对 海外资金 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 多找律师 专业的咨询顾问 会更安静 才能保障你的资产 对对对 好 谢谢律师 下节目到这里 谢谢 生活中对商法 有任何疑问 欢迎投稿至新岛日报 请不吝点赞订阅